Hello大家好,我是坚培 这支影片会看这周APAC社区的热化 Steam的脚本 五周年活动还有我这个频道送传家宝的相关 然后看两个星期后更新的20季暂时最有可能的内容 开始前先看这次的影片赞助 你一定听过VPN吧? 但缺席的用处是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最少都要订阅一个VPN的服务呢? 神经的社会要向往 基本上都要付出自己的个人资料 毕竟免费最贵嘛 但有一个好的VPN 就像赞助这支影片的Surfshark 可以为你增加私隐、匿名性还有网络安全 资料没那么容易被人拿到 向往就更安心 当然VPN的转递点功能Surfshark也有 而且他们有高达3000个服务器遍布全球 想到的地区都能转 我自己经常用Surfshark把地区换成日本去Netflix看动漫 除了简单清晰的界面 它还支援Windows、MacOS、Android、iOS 而且一个订阅不限装置数量 所以你所有的装置 甚至是家人装置都可以受到保护 在画面上的网页订购Surfshark VPN的时候 出入优惠码GinPay 会有新年优惠 有独家结构升级Surfshark1 享有5个月的额外使用期限 马上到影片资讯栏订购吧 首先看上次机会的回归 官方之前有透露过它的回来 但突然今天就推 说如果这个推特有一个站好 就明天开上次机会 不算大家都跑去抓票 也没可能没一个站好吧 开这个就是为了玩家去点赞 不过没说它会持续多久 我猜会看到20季的更新 也就是14号为止 说到更新 下面我们来看20季相关的流出 之前的流出 包括有新的地图 新的英雄 以及排位重置 但这几个星期都再没有听过地图 还有英雄的相关 如果会在这季推出 正常情况下 应该已经会有流出 就算官方在防数据挖掘那边改好了 让人找不到数据 也肯定会有人内部流出吧 但到了更新前的两个星期还没有消息 有可能是下季 这两个内容都赶不及推出了 这反而让我更期待其他方面的改动 因为16季就是没有新的地图 没有新角 纯粹的游戏改善 那一次也让开发者看到 就算没有新的内容 只要让玩家看到游戏 有向好的方向改善 就能把玩家拉回来 所以20季会是类似的更新 我也不会意外 之前的内部流出是说 会改回12季的排位 只希望排位再再再重置后 不会那么坐牢 我自己是觉得 只要大师没有实习季那么容易上去 就算水一点也没关系了 现在APEX开发者还是玩家 已经不应该太看重排位的鉴别度 而是在乎玩家的体验 去留住旧的玩家 甚至是像以前一样 还能吸引新的玩家加入 有注意到我说 玩家也应该要这样想吗 是的 没有其他的玩家 你每场的排队 都要20分钟 还能玩下去吗 然后APEX进来开了一个火热开打箱垫 推出的时候 bug到官方要紧急收起来 修复后才放出 里面的内容是 声称系统会帮你找出 你还没有的外观 然后帮你打折 但也有玩家回报 这里面的反而比正常商店打折后更贵 又是一个很APEX的功能 老实讲 现在这个情况 没看到20G真的有改善的苗头 我也不会特别建议各位去课金 而且还不是现实的外观 真要买的也可以等下次 他们发现没人买 又会再减价了 下面说这个影片的主题 无论大家对辅助瞄准的立场是怎样 基本上大部分都认同 用Config CFG去突破一些手把本来不能做的功能 是一个作弊的举动 近日西方APEX社群在讨论一条放出来的影片 里面是一个玩家 展示他怎么用改Steam设置 达到一些平常外挂才有的功能 我们现在一起看看 没有护作力是基本吧 是在开箱的时候 加上自动抖枪 在APEX里面 只要你开箱的时候抖起来 只能达到无后座力 他还说 抖动的同时 辅助瞄准不会失效 任何武器以及手把的设计都能用 很过分是吧 里面还有自动Neo Strafe 自动换架 手把开箱自动跳 180度转身 看完后只能说真的恶心 那有警贴 APEX的应该都知道 这种SteamConfig 其实没有被官方严厉禁止 甚至是避而不谈就算了 在ALGS的条款上 有写不能使用相关的设置 但却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用这些黑科技被封 手把是很多限制没错 把限制改善是开发者的责任 虽然他们是不负责任 没有改好过这方面 但不代表 你用第三方的软件 去手动解除限制 甚至是增加自动功能就是合理 那要怎么找出这种科技的人呢 但看在APEX里面看很难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APEX要使用这些作弊设置太容易了 又不会封好 绿玩的玩家 根本已经成为小数玩家 所以我才一直说 伺服器脚步声虽然是很严重的问题 但却不是APEX热潮慢慢减退的原因 不会被封的作弊才是问题 到现在很多价值观比较崩坏的人 直接是毫无机会的表明自己有用科技 海耿哨不会用的玩家 所以APEX也算是一种人品的照耀井 但这边有一个提议给未来想要版APEX比赛的朋友 建议你们直接限定比赛只能使用EAA版本的APEX 反正Steam的账号也只是粘到EAA版本 所以一定能登入的 线上赛有可能比较难确认 但线下至少也能保证不会有自动手把人 可能会有人用这些科技的人开始想要骂死我了 无所谓 你随便骂 我有骂 你没有 用这些config就是作弊 哪怕是手把Type Strafe已经是作弊 你们觉得20G这个问题会得到改善吗 最后是第五周年的活动 曾经有买满24个造型后 获得传家宝碎片的情况 但三周年活动却是神学的威名 结果就是玩家骂声士气 相信他们的后台数据也看到 效量绝对比之前更少 第四周年周凯会去送碎片 所以很多人都猜 五周年也会是碎片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之前我10万订阅 答应大家的传家宝抽奖 应该就会在这个活动送出 至于要用什么方法去抽 大家有没有意见呢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讲一下 毕竟也不想太随意的叫大家留个言去参加抽奖就算了 想要搞些社群活动 让参加的人去抽 下个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的凌晨12点 我会推出一支影片去说解禁20G的内容 因为解禁的时间就是这么丑 我也没办法 但里面的消息很重磅 不想错过的可以订阅后按下小铃铛 喜欢这支影片的记得按赞订阅 感谢华没向各位支持我继续做APEX内容 我是君佩 先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次影片再见 Bye